专演间2003年上映的电影手机已经过去15年 北京时间2月2号消息 据外国媒体报道 冯小刚真的要拍手机续集了 外媒综艺在柏林电影节报道称 冯小刚导演星天将是手机2 2003年第一部的编剧刘振云继续操刀剧本 本月底将成行 本来考虑过找哈莱坞编剧 不过最后还是订了老搭档刘振云 播出意外依旧是常年与他合作的华裔制作发行 预计今年开拍 冯小刚曾表示 因为手机当时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适合这么多年过去了 手机对我们的生活影响 已经到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地步 手机2和未来有关 希望通过手机2探讨人事科技或机器的主宰 还是科技和机器主宰了人类这个问题 它既是一部喜剧也是一部恐怖片 它会让每个人都想看这部电影 此外冯小刚还透露了 他和英国制作人打造的英文版天下无贼的新进展 他在等最新一版剧本 他认为目前这版像一部动作片 但他更注重角色的心理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